今年最火的澳洲签证莫过于GTI Global Talent全球人才签证 这可是目前澳洲所有签证类别中唯一能够一步到位直接拿PR的 但既然是对全球最顶尖人才发光的签证 除了自身要符合各项要求 还必须有该行业内的澳洲行业领袖进行提名才行 GTI的货币者到底有多牛呢 老罗今天邀请了我的老朋友Michael王一飞 去年6月12号我就给Michael以墨尔本大学老师的身份 和大家分享了澳洲的教育体系是如何培养跨界人才的 但墨尔本大学老师只是Michael在墨尔本大学人工智能专业毕业后 在短短的三年内就取得了六重身份中的一个 Michael你带向新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的罗哥我们也认识快四年了 那时我大学还没毕业 我也很幸运大学毕业后三天 自己的墨大学生证就变成教师证 我现在是墨尔本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的IT导师 我在任教期间还创建了两家澳洲的科技公司 自己的很多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也拿到了澳洲专利 我还创建了蔚来学院 专门为像我一样的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培训的机会 我还非常喜欢全机 所以我利用空余时间拿到了澳洲的注册全机教练证书 刚刚我在你办公室里看到有很多证书 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没问题 这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基建方面结合的专利 这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养老医疗方面结合的专利 这是我们最近刚刚拿到的 City of Melbourne的国际的奖项的一个证书 这是我最近刚刚拿到的GTI的签证 我再补充一点Michael在墨尔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许维 竟然是在这三年内边教书边创业完成的 Michael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那么牛 Michael你近年又多了一种身份 澳洲GTI签证的拥有者 你能再讲讲申请的过程和货币的感想吗 好的我一直关注罗哥的视频 您有两期介绍这个GTI签证的内容 总结的非常到位 这个签证涉及十个行业 面对企业高管 学术研究者和成功创业者 这三类人群中的佼佼者 具有追求实战 解决痛点 诚意十足 实效性强的特点 比如没有居住地要求 没有语言要求 没有职业清单限制 审批周期也非常的短 像我是在半年之内就拿到的 但这个签证除了自身的因素 提名人也非常讲究 我因为这几年公司业务发展的还是不错 能和墨尔本大学和很多澳洲政府的项目合作 因此积累了很多人脉 我的提名 推荐人有三位 两位是属于墨尔本大学的教授级别 另一位是属于维多利亚州的部长级别 所以我申请的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 但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暂时没有成功 收到的回复是继续努力 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 我在澳洲也待了快五年了 很多申请看似都是大家一起排队 但实际上如果能有强大的能脉 为你推荐 还是能取得很多优先权的 那么Michael 你获批以后的心情如何 其实在获得GTI 人才识别码的那天还蛮激动的 正是拿到后反而平静了很多 因为自己一直有这个底气 觉得获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拿到这个身份 对自己的平台人脉都有很大的帮助 能认识到IT界和各行各业的全球顶尖人才 我在今年四月做过一期 老我在澳洲四年感到最孤独的是什么 因为自己在国内是做房地产行业的 但这个领域内很少有适合他们的澳洲签证 好在经验GTI的十个行业中 包括房地产行业中的基础建设 环保节能 智慧城市这三个领域 所以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房地产人士 能获得GTI 如果需要我也非常愿意用我在澳洲积累的能脉资源 实现南北半球顶尖人士的认识推荐提名 包括后续的学术交流合作等等 如果我有国内的网络安全 数据科技 先进数字等IT领域的朋友 想申请GTI 需要有提名人资源时 我就直接来找你啊 好的没有问题 我这一路走过来也非常感谢罗哥的帮助 比如在创业初期公司租不起大办公室的时候 所以还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有借鉴意义的 职场规划的建议的 好的那就非常感谢了 大家可别忘了关注老罗 以免错过下一期Michael的精彩的一个建议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